在大荒的传说中,百黎到处都是瘴气毒虫,凶情恶兽,物产十分贫瘠,历来出名的东西就只两样,一是以王多年仍凶宁传遍大荒的赤尘,二是神秘莫测却没有多少人真正见过的古树。 但也许是因为爹娘的原因,小妖内心实则对百黎有隐隐约约的清静之意。 毛球全速飞行之下,只不过半日光景便到了百黎的赤尘寨。 小妖指挥着毛球在白色大忌台边上停下,也不急招呼见她到来纷纷行礼的寨民们匆匆便直朝绿竹楼而去。 桃花林内的绿竹楼还和上次她来时一样,安静地矗立在祭台不远处。 毛株篱笆整整齐齐的,周围开满了各色各样的鲜花。 花香寂寂,悄无人生,仿佛主人只是出去一小会儿。 小妖轻推门飞,这里对于她来说又熟悉又陌生。 门开的一瞬间,她忽然有一种错觉,仿佛只要扬生一患, 疼爱她的爹娘就会欣然应答,她从没有被放弃,没有被遗忘过。 她掀开叮当作响的碧罗莲,行到正厅悬挂的赤尘的木雕画像前,仰着头,看了会儿。 百里荒漠中,爹爹身化桃林,只为了给娘和自己一个迟到了四百年的拥抱, 温柔地倾尽全力便悄然散去。 小妖看着看着,眼泪不由夺框而出,难难道,爹,娘,我再也不怪你们了。 世间的事,真的,很难。 很难。 我因为害怕再被放弃,不敢去希望,也不想去面对,只想像鸟儿一样缩起来,躲在温暖的窝里,一生一世。 我错了,我真的错了。 可是,不知道这一切还来得及挽回吗? 当年四舅母不惜抛下枪楦,毅然决然随着四舅舅去了。 爹爹为了娘,身体化成了桃林,娘为了解开我心里的结,只等了四百年才和爹爹去团聚。 我原来一直不明白,一直想着只要我的心硬,就没有人能伤得了我。 只要选择把我放在第一位的人,就已足够了。 哪怕是上次以为井被枪炫害了,我心灰意冷,觉得了无声去,甚至想斩断红尘,接任王母。 只如同溺水之人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,我辜负了屠山井。 即使我和他成婚,心里却还是空着好大好大一块,就算有他一起陪着, 我还是觉得活着如行尸走肉,了无声去。 和他一起看在美丽的风景,也是心意难平,只因为身边陪我看风景的人不是我心底盼望的那个。 所以,我线下不想死了,我想要好好地活下去,和香柳一起活下去。 我还想带他来看你们。 你们放心,他对我很好,很好,真的很好。 他的泪如雨下,虽然我知道他的心中有和我一般重要的事物,而我也永远不可能放弃亲情。 仿佛轮回一样,兜兜转转我和他又走上了你们的老路,但这次我要顺从心意去争取一回。 爹娘,你们在天有灵,请保佑我。 他试了泪,从赤尘画像边的壁上摘下了弓。 这柄公公身漆黑,像是吸入了沉沉夜色,没有一丝光泽。 弓脊上刻着古朴简单的红色花纹,弓身爆出道道红光。 弓忽大忽小,仿佛随时可能上穷壁落下进黄泉,寻找主人心心念念之人。 弓的上面镌刻着几个古朴难辨的字,他虽然不识,但是听娘亲说起过那是以心换心。 小妖将盘古弓收入怀中,跪下磕了三个头,最后留恋地看了一眼屋中的一切,决然地出了屋子。 他不遇酒停,换来毛球就想离开,却没想绿竹楼外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叫住了他。 姑娘,你如此行色匆匆,一脸忧色,莫不是有什么为难之处,巫王略带担忧地道。 听得巫师们来禀报说,上次来过的西陵巫女和赤臣的女儿回到寨子,她就及时赶来,恰好撞见小妖。 小妖微微错愕,立刻想起上次答应过巫王只要寻出解除情谷的方法,就传授给她,也算回报蛇梅儿传授她谷述的恩情。 心中一动,便停下不来,道,道正有数件不解之处,要向您请教。 巫王诚恳道,请教不敢,姑娘是西陵巫女和赤臣大人的女儿,百里族虽然能力有限,但为了保护姑娘,也可干脑涂地,弹弓驱策。 姑娘且请说来,小妖轻咬着唇,说出来的话却石破天惊,我身上的情谷解了, 却见巫王用一种惊诧莫名的眼神上下打量了一下,斩钉截铁地道,绝无可能。 姑娘现下不是活得好好的,请骨同心连命,除非死了,不能得解。 小妖急道,真的是解了,我现在对蛊虫什么反应都没了。 她犹豫着道,谢骨之人是九命妖蛇,她拼了一命亲自诱杀蛊虫,这才能解我身上之骨。 自从阿碧告知,她心底早就把这事翻来到去想了不止几十几百次, 于是连笔带话地转述了一番解骨的过程。 巫王嘖嘖称奇,却仍咒没道,就算你那情郎不惜一命, 这情骨既然种下,只要心未变,情不灭,就刻骨铭心,无法解除。 即便是她有九条命,心也只有一颗,宁就算没了,心仍还在。 小妖听得心里七上八下,也便不清楚是何滋味,只问道, 照你这般说来,这情骨根本就没有解法。 可前次我来百离之时,你怎地不讲? 巫王苍老的嘴唇吸动了一下,那双眼睛倒是年轻得很, 上回有位公子和姑娘一起来的,貌似你将她看作情郎, 而这股翩翩又不在她身上。 我虽是百般不解,但是有些话当着她的面实在不好再说。 小妖愣愣地道,什么话不好说? 巫王为难道,自古族里相传,有情人养有情骨, 断肠仁成断肠骨,你既然从未被蛊虫反噬, 自然是和你那情郎两情相悦,心意相通, 他断了下,补了一句。 可见,你的情郎断无可能是上次和你同来的公子。 小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,说不出话来, 偏有几分酸楚,几分微甜。 却原来,这情人古远比他自己还要更早, 更清楚地知晓自己的心意。 他喃喃问道,可是,这谷还是解了。 巫王为一沉吟,道,姑娘,谷道诡秘莫测, 尤其是这情谷堪称谷中之王,绝不能以常理存度。 容我再探查一下可好。 得到小妖点头应允后, 她便动用自身蛊虫探查两久, 随即又让小妖靠近, 细细地探看了她的瞳孔, 再一寸一分地把她十根手指查看了一遍, 才拍着大腿叹道,果然如此, 你的情人古并没有解, 只是暂且休眠。 怎么可能? 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, 小妖手上不查, 一把从毛球身上揪下了数根羽毛。 惹得毛球痛撕一声, 翅膀扇动, 从地上掀起尘土盖了小妖一头一脸。 小妖顾不上胆土, 忙抚着毛球说了两声对不住, 抚慰了鸟星。 急急问道, 究竟是怎么回事? 巫王抬手示意她稍安勿躁, 又问了小妖当年中骨的始末和中骨后的具体感受。 当听她说, 只有香柳能对她的情况感同身受, 她却不能感受到香柳的种种时, 陈寅私存了片刻, 才缓声解释道。 赵姑娘所说, 你其实并不清楚这秦谷首尾, 先是阴差阳错误种在亲人身上, 之后才转移到你那秦郎处。 如此, 则二者缺一不可, 一者其十谷未曾真正种上, 根基未稳, 二者她必定心甘情愿, 否则这谷万不能种, 而那山核桃是蛊虫容器, 在你二人种蛊成功后才告消失, 就是一大名正。